美国防长期将换人北京称,期待两军关系继续健康发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晤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美联社2018年10月18日设,美国国防部长下星期换人。 中共国防部表示,期待两国军事关系继续向前推进根据白宫的最新决定。 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将提前离职现任副防长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下星期二,也就是2019年1月1号将接替马蒂斯成为代理国防部长。 资料照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计,这会上称赞马蒂斯为推动中美两军关系,做出了积极努力。 并期待在沙纳汉代理部长任职期间,两军关系,能继续稳定,向前推进他说,与包括中美军事交流在内的国际军事合作计划,正在制定当中。 两国正在为安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访问中国大陆保持工作层面的沟通。 有记者问中美两军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在更大两军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 吴谦说,两军关系总体稳定,但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中方愿意美方一道。 妥善管控风险一个星期前理查森上将与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进行了视频通话。 双方谈到了如何防止海上意外冲突,和继续高层交流的重要意义美中两军关系。 刚刚经历了艰难的一年,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导致美军收回对中国海军参与今年夏天美国环碳。 军演的邀请今年9月,美国一艘军舰,在南中国海航行时,遭到中国军舰强行拦截并险些相撞。 同月美国因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一些尖端武器,而制裁中共军方高级官员作为回应。 中国提前召回了正在美国访问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 美国副防长沙纳汉,2018年1月,会见到访的日本主管太空事务的官员,美国国防部照片,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访问驻伊拉克美军基地的时候表示。 接替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的沙纳汉,是一位很能干的人,预计他会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 接替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